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高的同时却爆出了这么大的成交量 表示今天一定有很多人趁机的出货 调节 卖股票 当然也有很多可能做当中的人 一看苗头不对 上下其手 所以其实短线在这里 它会是一个心里面的压力关卡 因为大家来到了整数关卡 会比较懂得稍微见好就收居高思维 这个对于中长期来说当然是好事 因为只要有风险意识 这个盘它比较不容易失控过热 但是短线上面因为毕竟 你说从低点涨上来 也涨了超过了1000点 而且在这个目前的价位区来讲话 首先各位来看日KD指标 如果就以今天的状况来说 K值是从90以上反转往下 下个礼拜如果再震荡 可能就会变成是日KD的高档死亡交叉 当然日KD代表的是短线 或许还不打紧 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中长期的方向 周K线来讲周KD指标 目前是高档背离的现象 而月KD指标则是在高档出现连续的顿化 那这个顿化还能不能延续 而且还能够延续多长多久 这个都是要考量的变数 所以简单来讲大盘走到这里 阶段性的目标也完成了 大家想要看到指数突破新高 过了新高 大家希望大盘上1万7也上了1万7 所以很多人在这里出股票 所以量就变大了 那短线上面我想指数稍微降温休息一下 都比较有利于中长期的多头格局延续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至于说大盘 我们常讲也不要认为什么风吹草动修正 就把它视为洪水猛兽 好像要崩盘大跌了 其实不会 那最近其实来呼应一下 市场上的一些投资大师们的看法 那从国外到国内 都有人提出泡沫预警说 认为说全球股市涨多了都是泡沫 那这边我个人比较同意这个看法 这是大家都认识的投资大师 谢金河 谢大师 他说台股没有泡沫 泡沫是在个股 也就是说整个大盘 虽然涨了这么多 虽然来到了史上首见的一万七 可是大盘真的没有泡沫 我想温兰老师也强调过 非常多次这个观点 涨多不等于泡沫 震荡修正不等于转空崩盘 大家清楚这个想法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笃定 认为说涨得这么高了 它却不是泡沫 因为企业的获利加速往上提升 本益比也并没有 来到高不可攀的水准 所以你有基本面数字当成后盾 那其实所谓的涨多 它不过也就是在反映 因为基本面变好的事实 但是谢金河说个股有泡沫 这个我也同意 所以它的这个看法 其实跟我的想法算是最接近的 因为我也是认为 这一波其实台股有一些个股 虽然看起来非常强悍 非常凶猛 很会飙 可是我真的不敢去买 你可以认为我胆小 你可以认为我不够积极 但是我认为 怎么样帮家族朋友守护住 你的重要的资金 让你在安心的过程中财富累积 我个人认为这个更重要 你不一定要认同我 你可以去找你认同的老师 但我要跟各位讲 很多这一波台股 在短短的第一季 涨了非常多的股票 微量老师不是没有注意 更不是没有研究 这些股票其实我也都去了解 去研究 去观察 但是我认为里面 真的有一些股票 不是全部 但有一些股票 它的涨幅里面 可能有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是来自于人为炒作 股本小 筹码轻 可能股本只有两亿 三亿 五亿以下 所以很容易主力大户 结合外围 甚至所谓的一些市场上 少数的头顾老师 一起哄台 形成了这种筹码的 这个锁单效应 让股价配合故事题材 也许短时间之内 能够涨五成一倍 因为我们不是 刚来到这个市场 看到这种 这种股票炒作的现象 其实还蛮平常心的 因为股市本身 它就是有一部分 其实需要带有一点 这种投机 甚至你可以说 赌博的小泡沫 股市本来 它就是有这个成分在 你不能说 完全就希望说 都是价值投资 人人都是巴菲特 当然不要说这种 什么 这么崇高的理想的话 但我觉得基本上 假如今天我是个人的操作 个人想要赚快一点 也许我可以往这个 所谓投机股去 去做一个选股布局 因为有时候就是 明知三有虎 偏向虎三行 但是今天我们是 带家族朋友的老师 我后面如果有200个会员 那就代表200个家庭 500个会员代表个500个家庭 甚至可能是2000人 3000人 那这个其实 你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 就是说有些股票 你不能只想要速成 希望它赶快标 那赶快标上去 因为投顾老师 更容易收到很多 很多的会员 然后业绩 然后大肆的宣传 可是到头来 很多这些炒作的东西 它其实会是一场空 或者是会让人 持有的每一天 没办法安心 所以我觉得 我也许今天聊这番话 可能偏提了一些 不过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你说同样的食材豆腐 有人喜欢清蒸 有人喜欢把它做麻辣 但每个人口味不同 那你说这是对跟错吗 不是 而是这只是 口味不同 你的选择的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到 你适合什么 那你不要说 你的胃不好 那你吃东西都讲求健康 结果你吃一个麻辣的 结果我去拉肚子 到时候怨天怨地 也不见得会有人会帮你 好 那我们回来 谈一下 所以个股的部分 我们一再强调 你一定要去注意 是不是超涨 是不是过热 甚至高估 那你要怎么样去 小心避开 所谓个股的泡沫化问题 选业绩大幅度成长的 选本益比偏低的 选股价在位阶的 这个是我一而再再三强调的 那么有一些个股很强 短线上面我也跟大家讲 不用去追 像金豪科 今天又上来了 又创高 但是震荡已经开始明显加大 所以你当然就不用去追 记不记得魏杨老师讲过 强势股你真的要买 有几个做法 当然之前金豪科 是盘整过后又突破 然后拉动了这一波 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跟五日线 十日线 二十日线 乖里全部都越拉越远 越拉越开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边去买 你看看它现在 季线在这里 季线在80 今天股价在145 这乖里已经来到65块钱 而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买进 它是均线纠结 接近季线 当然就相对安全 这中间经过了 将近一个月的整理 季线慢慢上来 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买进 这个地方 它跟季线之间的乖里 也大概只有可能十几块钱 总比现在高达六十几块钱 是不是来的安全 今天波段创高报大量 所以这个短线 应该也需要 适度的休息整理了 拉回量缩之后 再来考虑做介入 或者你就等待 它下一次重新打底 这个绝对会有机会 如果都没有拉回 很简单 你就找下一档 股票那么多 股票如果不跌下来 让你安心的买 你就换下一档 另外我们也提到6706惠特 先给各位看 这个我说 这里拜他开法说会 已经有法人事先 出具了最新的研究报告的观点 我们来看这里 法人给予12个月目标价 是282元 那当然这个可能 是你们会有兴趣的部分 目标价 但是我常说 其实你更要去留意 是法人为什么会看好 这一档个股 这当然是比较重要的 那惠特其实是miniLED当中 我觉得很值得研究的 一家公司 因为miniLED一来 你需要设备 那惠特是全球最大的 点测跟分选设备 二来他从过去只有销售设备 到现在跨入代工 所以会让他的营运的模式 不太一样 也就是业绩会比较平稳的向上 那新的产业 会带来新的爆发力 这是关于我觉得 惠特看好的部分 但同样回到短线上面来讲 这个线型同样的 整理的时候是好的买点 突破上去之后 你要嘛就快速的加码 否则这一波拉高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的乖离率也拉开 昨天也是爆大量 所以昨天节目里面 我口头已经提到 不要去做追高 追高风险会增加 所以这边来说 看好的理由 当然是值得各位去做研究 但是你要审慎的注意 下一次合理的买点会在哪里 另外昨天在节目里面 也公开跟大家提到 2609阳明我们减码 这是昨天礼拜四所提到的 2609阳明减码 昨天的阳明还在创新高 可是今天的阳明 碰到了跌停板 所以事先就能够做好 规划与准备 你就不会去担心说 哎呀今天为什么跌停板 所以其实这种人人都认识的股票 不表示它真的就会好操作 反而有时候越多人关注的股票 它越有可能就是反群众心理 那阳明昨天是好不容易 结束了分盘处置 那我们事先就规划 在分盘处置结束之后会做减码 所以昨天按照既定的计划减码 那已经减码 把部分的获利放口袋以后 这时候心理的压力自然减轻很多 因为你已经有把获利 放进去口袋里了 接着如果看到今天的下跌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的想法会是准备做价差 找买点把它买回来 这就是差别 有时候短短一天 可能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那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昨天进去买 但是当然是有 只是我不晓得 你是不是 昨天买进的其中一份子 那如果昨天去买的人 今天你想想看 现买现赔一根停班 这个时候你还能够冷静的去看待洋明吗 恐怕就是一个考验了 因为当你昨天才买 今天就跌停班了 一定想说缠了 怎么办 到牢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 洋明怎么会大跌 事实上很多我们看好的航运股的原因 甚至阳明跟长龙之间的比较 这个都提过 所以选股很重要 但同样的操作也是 每一步都是考验 我们昨天事先就跟各位讲了减码 而且阳明也很无奈 今天又被抓去关了 20分钟一盘的处置又来了 也就是说他刚放出来 昨天礼拜四一天 今天礼拜五开始又被抓去关了 有的时候碰到这种事情 你只能说 这是现在台湾股票市场制度 这不是你我多说几句会改变的 那你只能接受 你只能适应 你只能回头想想 该卖的时候有没有卖 那可以买的时候 有没有呢 及早把握 当初3月23号 阳明大跌到快要杀跌停班的时候 魏杨老师是在那一天 请家族朋友进场买进的 我也在节目里跟各位讲 逢第一早买点 那你可以看看 当时如果32 33 35以下你没有买 这波买在45 46 47 现在该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呢 魏杨老师愿意帮助你 如果你下定决心 下个礼拜开始 要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操作视野 提升自己的操作能力 欢迎你加入权威家族 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 我们休息一下 台股今天登上1万7 创高之后拉回 爆出了大量 不过这里不会是反转 基本上涨多 休息整理一下 台股大盘没有泡沫 但是个股你要小心 高估甚至泡沫破灭的风险 怎么样避开个股泡沫的风险 这就是比选股了 怎么样去选股票 当然前段时间航行这么好 这么热 很多人可能满脑子里面 想的都是涨停板 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标股 甚至投机股 当你的资金 有相当大的比重 都往这种 全市场疯狂追捧的 小标股的时候 你真的要 好好的把这一次的 三月营收 或者甚至把去年的年报 再拿出来看一看 研究清楚 去了解一下 到底哪些个股 有泡沫化的风险 怎么样避开泡沫风险呢 其实回归到 如果你找的股票 像我们一样 非常着重在 今年的营收获利的 成长爆发力 尤其是三月过后 它的营收成长爆发力 这自然可以保护股价 尤其高成长之余 如果公司本益比又低 整理过后位阶又低 这更是不可多得的好股票 这种好股票 你可以买多 你可以安心抱 都不用怕 但是如果你 去买进一些 你不了解的股票 只是因为它前阵子 拉了几根涨停板 你很想追 那一震荡的时候 可能自己心里面 就会有很大的惶恐压力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 5306贵猛 全球最大的自行车链 业绩非常的好 现在整个订单远远超过产能 客户的订单追着跑 所以这个业绩提升上来 步步走高 是必然的 那股价不用多说 当然也是往上的趋势 它不会每天飙 它也没有涨停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这种股票 非常适合你买了 安安心心的 把它锁进保险箱 你等过一段时间回来看 你会发现你会赚钱 赚很多钱 尤其是如果你是大资金的人 你要集中大买 这个重压都没有问题 外资主力都在卡位 根本就不用担心 那我们从评价观点跟各位提过 自行车产业火热到爆 非常好 景气非常的好 那美利达也好 巨大也好 这都是好公司 业绩也都是强强棍 可是如果你就营收的成长性 获利的成长性 以及毛利率 以及EPS 那么再透过EPS 去计算本益比 你就知道 贵盟是自行车 这三雄里面 最便宜的 你可以看到EPS 其实非常接近 这是去年 如果按照今年的预估 更是接近 贵盟的毛利率最高 美利达只有13% 巨大23% 贵盟是将近46% 所以我认为贵盟 绝对是会慢慢的 持续往上走高 231维生 之前跟各位讲过 新的订单三月起 出货动能增加 果真三月份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各位这一根黑K 这一根黑K 你一定要回头去看 那一天温阳老师的节目 我跟各位说 这一根黑K 它根本就是一个 短暂的假性利空 它是因为公告 二月营收 那真正的出货动能 本来就在三月以后 结果你看 三月营收 比二月成长了47.5% 跟去年同期 成长了六成多 创历史新高 所以股价自然上来 这就是跟着 魏洋老师做股票的好处 领先掌握业绩的卖动 什么时候业绩低 什么时候业绩高 而且这些都是有数字的 而且本益比不高 货真价实的业绩数字 拿出来市场自然就买单 不用什么锁筹码 不用去媒体编故事 喊梦喊题材 它开涨就是会涨 这一波 维生也没有狂飙 也没有涨停 但就从200块 涨到268块 这种股票 你要买一张 五张 十张 一百张 通通都有 有量有价 人人买得到 那你可以看 3680加登 也来到375.5了 三月营收 月增30% 年增18.83% 创历年三月的新高 业绩有没有好 货真价实 所以股价朝着 既定的方向前进 真正的目标价 会在哪里 这个如果你想知道 欢迎你 也是打电话进来询问 因为基本上 我们不能在电视上 去公开一档个股 它的目标价 但你可以试着去想想 或估算一下 EUV光照盒 对于加登的 获利贡献试算 2021年 今年 预估11.76 明年17.29 后年24.89 有没有哪一家公司 你可以这么清楚地 掌握住 今明后年 连续三年的获利 那加登是 EUV光照盒的 全球的唯二供应商 龙头 市占率88第一名 是台积电独家 你觉得他的本益比 应该来几倍呢 那安普新 营收 截至目前还没有公布 但是我再一次 跟各位预告 安普新 三月份开始 营收将进入 新的另一波成长动能 这个魏洋老师 也说过非常多次了 三月开始 他营收就会 大幅度的增长 而更厉害 会让你更有感觉的是 四五月第二季 所以这个股价 拉回都要把握 那五二三安利 散热场 那三月营收 月增25.8 年增67 魏洋老师 挑的股票 都是业绩很有爆发力 而且股价 只要拉回修正 接近前波平台区 这个地方就是安全的低点 最后我们提到 惠特第二 惠特涨高 你不用追没关系 但是惠特第二 你要把握 那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谁是惠特第二呢 昨天涨停板 今天连续第二天涨停板 两天两根涨停 这是6416瑞奇店 瑞奇店是鸿海集团旗下的 今年的鸿海集团 大放光芒 其中6416瑞奇店 未接低 低档出量 目前开始往上攻击了 所以接下来第二季以后 它的业绩也将会越来越好 我们全部都在瞄准 第二季以后到下半年 谁的业绩能够越来越好 同时如果它已经 股价早就喷出去涨高了 我也不会鼓励你去买 我要带领各位朋友们 去布局的都是 现在还在相对低档 周线月线打底过后 开始表态往上的 这种股票将来操作起来 你不但能够赚到大波段 而且你可以非常的放心 不用担心 台股上了1万7会不会震荡 台股个股会不会炒高 有泡沫化 欧阳老师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帮助各位 如果你愣通我们的选股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操作 欢迎你加入我们 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不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